我又不是要自己去一家名校 去告訴別人我是什麼名校的老師 我剛才說的我最重要的是買到零食 所以我也很開心零食可以跟我的學生一起分享 這位餵食老師吳翠耀 一畢業就在大澳佛教佛可紀念中學教書 中由藍田搬入大澳居住 一教就24年 有幾個自閉症學生都是由他一手臭大 那個小朋友其實是很聰明的 但是他本身有亞時普加症 又有很嚴重的自閉症 其實來到學校很多老師都覺得很難教 因為很容易就會跟別人打架或者跟別人爭吵 但是在我過程中我覺得當我交了心給他 他就願意跟著我去走 吳翠耀有這份心意要感激他的百樂 校長雲福龍 他會覺得為何連那些很差很差有特殊障礙 那些學生他都要收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如果我們不照顧他們 那些學生還有誰照顧呢 他會給我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還有有時有些老師都會因為在教學上面 他們會覺得困難 都會對那些學生覺得不知怎樣處理 有時都會覺得校長會不會去另一間學校讀書會比較好 但是校長都會堅持 你們有能力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工作 我這班子女沒有能力在其他地方找學校 所以這個精神我會覺得是很重要的 有份栽培吳翠耀的另一個恩人 是在這間學校教了33年的副校長潘國健 在這裏的小朋友他們的性格很怪 就是如果他服你的話 你叫他做甚麼都可以做的 但他不服你的話 你就是處無良好 所以在這間學校一邊訓練一些學生 也有一個感受的訓練老師 你覺得在這裏教中最重要的一個質素 你願意付出我 你如果計較的話 是做不到的 你計較你的出入的時間 你計較你可能因為在這裏做事 你不可以出去進修 你計較你不能拍拖 不能見朋友 你計較你的工事 你計較學生是這裏 淹淹淹淹的 就會教得很辛苦